大家好,欢迎收看绿豆的全新节目《边讲边talk》 这个节目我们会就着大家关心的话题 邀请嘉宾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讲一下生活日常,讲一下生活之中会遇到的种种经历 和我边讲边talk的还有大家很熟悉的马仲仪医生 马医生你好 大家好 哈啰,多谢你帮忙做客席主持 马医生我想问一问你 平时见到你都是讲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 讲一下公共卫生 而且在香港做医生这件事大家都知道 工时超级长 你来到英国之后有没有说多些时间去感受一下生活这样 英国一定是工时和日常生活的时间就会是比较平均一些的 而且就算你自己不愿意离开那个办公室 同事都说要走啊,你放假你不可以再回邮件 一定会提醒我 还有在英国有很多事情都真的要自己处理了 所以都一定不可以再好像以前在香港那样 完全不关心日常生活的事情 一定要多些留心日常生活的事情 我相信你都是我们绿豆的粉丝来的 我们对上两集的香港人连续两个星期都播出了 香港人来到英国之后 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的专辑 你有没有看呢? 有啊,我刚刚今天都和一班我们来到的香港医生聚会 大家都对于我两集有很多的回响 包括大家都分享一下如果有小朋友的教育的问题 还有究竟一些香港人的小朋友来到这里 怎样适应生活啊 父母又应该怎样有到他们可以 快点融入到这里的学校和一般的生活呢 大家都有讨论的 这样听起来其实都有身边不少的朋友 都是因为子女的教育问题而移民的 我想如果很多好像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呢 其中一个移民的原因呢 都是子女的教育和成长的问题啦 这样而过来这里子女的教育和成长 也都是很影响他们 比如说开不开展在这里的工作啦 又或者挑选在哪一个地方落脚啊 这样啦 是的,所以相信教育问题呢 其实一定是不少香港人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啦 尤其是来到英国之后 小朋友怎样适应这一道的教育制度 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投行和很关心 无论来到这里啦 甚至是其实还在考虑 是不是会来英国的家长这样 所以我们边讲边talk的第一集呢 就讲一下这个议题的 未介绍嘉宾出场之前呢 让我再买一买广告先 收睇的你 记得subscribe绿豆的YouTube平台 又可以按右下角的Superfans去支持我们 如果你想绿豆可以继续制作 香港人两边走走以及其他节目 就可以登入以下这个网址 用月订、年订或者单次的支持方式 使我们有经费去继续拍摄和制作有质素的节目 好了,介绍今天的嘉宾先啦 今天我们请了两位的朋友去分享一下 香港学童来到英国之后的适应问题 一位是Shirley 另一位是Lillian 他们两位都是英国深传的负责人来的 大家好呀 你好呀 Franco 我是马医生 大家好 我想介绍英国深传之前 其实大约一年之前 有香港的媒体都访问过你们 当时你们就刚刚谈到去成立这个机构 去协助英国的学童 不如我们趁这个时候 看一下当时你们的想法先啦 嗨,Shirley,哈喽 刚才搭车多不多人啊? 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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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成立香港人团契 Ken最近和在英国从事新闻工作的Shirley 筹划一个深传计划 专门处理江渡部英国的香港学童 遇到的情绪问题 我那时候很小的 可能说六、七岁 然后去到上午还在上学 然后晚上就已经拉了他上飞机了 对于幼龄的小朋友来说 其实就是跟至亲好友死了是没有分别的 就是他们的情绪的冲击 就是因为他们一夜之间 没有了他们所有的朋友仔 都没有一个所谓 我们叫做没有做一个没有好好地说再见 其中一个就是他上学不久 就有一些创伤后遗症的表现 就是将他转介到在这里本土的 一些mental health的开始去处理 但是家长后来跟我讲的时候 就是他发觉那个翻译 就是你发觉不能够100%翻译到 真是当时他怎样大人去解释 小朋友的情况 而小朋友都解释 就是说不了 是一个好像guide line 一个叫step by step guide 他介绍了系统是怎样的 Ken和Shirley说 他们会找一些香港的临床心理学家 治疗师 先为有情绪问题的小朋友做初步评估 再帮他们赞写英文报告 等家长拿着资料 在英国当地找服务的时候 会涵接得更加到位 他们也会向当地学校宣传 主要是跟他们介绍一下 香港这几年的社会变化是怎样的 2019年的运动其实发生了什么事 对于年轻人会有什么影响 香港的教育制度是怎样的 我们的小朋友 他们是习惯了一个学习模式 然后就会做一些建议给本地的老师 怎样可以帮到这些小朋友去适应新的环境 这个节目first run的时候我都有看 差不多一年了 你的机构现在发展成什么样的? 我刚才感触很大 想起自己当时的初心 到现在 第一真的要很感谢 当时制作这一条片的团队 其实这条片出了之后 我们多了很多义工 而不是只有我和简牧师两个 其中一个义工就是Lillian 因为有这些义工 这些义工里面是来自很多不同的专业范畴 里面包括很多社工 也有很多临床心理学家 有些治疗师 那变成我们可以 不只是帮他们去做referral 而是我们可以开展到一个辅导服务 那我想问你们其实比较 应该全部都是义工 大约他们是哪一方面的义工 是做什么为主的? 其实我们现在报名 来帮我们做义工 其实都是差不多200多人 真的是五湖四海 就是不同的专场 我们有些可能是专场做翻译、设计 我们最弱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跟电脑、IT有关的东西 那也都真的是很大部分 有些是香港做老师 来到这里做老师的义工 也都会有刚才Siley说的治疗师 就是临床心理学家 教育心理学家 他们是来这里注册了 他们可以帮我们去见一些小孩 去做一些辅导 也有一批就是香港的社工 是的 他们就未必在这里有注册 但其实他们香港的经验 就是我们现在都会支持我们的家长 家长来到的时候 他除了带着他的子女的问题之外 其实可能因为子女的问题 他自己都有很多情绪 或者他自己在这里很多色彩上面 其实他们都要一些情绪上面的支援 还有刚才Siley说的就是 其实大家对英国的制度很多不了解 在这些不了解的里面 其实会出了很多的 和小孩之间的沟通上的障碍 又或者就是他会有很多的无形的压力 其实给自己也给了孩子 其实目前为止 你们接触了多少个个案 可不可以帮我们 简单的归纳 其实香港学童来到这里 他们通常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是的 我们其实就是去年2月 我们开始就有队队 因为多了义工出现了 那我们就有一队队 就是我们的香港注冊的社工的朋友 他就帮我们做义工 他就可以帮我们去接一些家长的一些查询 那我们其实收了现在一年 大约是有220多 接近230个个案的了 查询 其实查询的里面 有部分其实是上问资讯的 例如刚才说一些可能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孩 他们来到其实有什么支援可以给他们 又或者譬如找学校 其实怎么找学校等等 又或者譬如有些可能在香港 他们本身是吃开一些精神科的药物 他们来到这里 其实怎么可以去透过GP 或者透过一些精神科的服务 他们可以拿回一些药物 那我们其实大概有四五成左右 其实是问资讯的 但是另外还有五成左右 其实就是他们的小孩 他们观察到他们可能有些情绪上面的问题 识认上面的问题 那些都会联络我们 看看究竟我们的心存 可以提供什么服务给他们 那我们刚才说的就是 我们会做家长的情绪支援之外 其实我们都会跟家长去谈 其实他们是如何去支持小孩 是的 如何去找一些本地的支援 例如其中一件事很实际的 就是你如何跟学校沟通 是的 那也都可能他们需要找GP帮忙 去了解一下 最近英国有些什么 NHS的服务 那我们又会跟他们说 其实你跟GP去沟通的时候 其实怎样才可以 就是倒堤呢 因为你知道香港家长很紧张 小朋友有没有上学的 他跟GP说 那儿子不肯上学 那这个是学校的问题 那GP不会处理 但是他如果说到东西跟情绪 或者譬如他那些 一些身体上的症状 就是不吃东西 不睡觉 那些 那GP就会容易些 去帮他去指引 他应该适当的服务 那譬如我们在这些地方 我们做很多这些家长 就是灵敏度 那我们其实义工都是来自不同的区分 其实未必熟悉当区的东西 但我们的义工就会 帮忙找一些资料 跟家长一起去看 一起去找 有什么是本地的资源可以帮到 这年你刚才有说到 小朋友他们遇到的适应问题 就着这方面 可不可以具体一些 他们有什么适应的问题 通常家长 看看究竟他什么时候来 刚刚来到的时候 适应的问题 可能就是英文学习 那孩子会觉得很大的压力 但是有一批 我们的孩子 其实他英文学习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在香港已经读开一些的 国际学校 名校 等等 但是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些 可能在交友上面 有些是一些文化上面的冲击 比如很多我们的家长都会说的 就是他们去到可能跟当地的小孩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聊得到 是的 就是那些话题很不同 又或者譬如是那个 就是怎么样去 尤其如果譬如有些 就是有些我们的香港的同学 就是那些小朋友 可能他不是那么健身的 就是男孩 他不踢球 那其实已经少了很多很多很多话题 是的 是的 其实这个 英国的孩子很多时候很喜欢TikTok的 那香港的孩子 其实就未必会是 就是喜欢去用 就是看TikTok 那些 所以譬如很多这些实验上面的东西 也都有一部分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 就算没有英文的问题 其实他交职 他可以跟英国的同学 可以谈得到 是的 也都 就算未必是很喜欢那些话题 但是他也说到 但是其实也有一个身份上面 那个挑战 究竟我为什么要过来呢 我来到其实就是 就是为了什么呢 我究竟我是不是一个 就是我是香港人 还是英国人呢 每个都要说要融入 那我是不是真的融入到 我融入不到 是不是我有问题呢 又或者我没有在这里 交不到一些资深好友的 那其实是不是一些 我遇到的状况 那当然另外一些就是 其实就是 刚才说的一些 可能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那其实他这里的支援 和香港 就会有些不同 另外一个位置 其实就是家庭的关系上面 过往可能很少的机会 跟爸爸妈妈有很多的沟通 现在就是招见口慢见面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冲突 又或者 就是我怎么去 就是其实爸爸妈妈都会慎的 就是不是就是小孩子身 就是但是我想 就是对我们的年轻人来说 移民的挑战 其实不小的 很多人会说 小孩子容易一些适应 但是其实小孩子有自己适应的困难 是是是 好 稍后我再说 就是就着这个小朋友 适应都有他们的困难 这个怎么再问一问 马医生我想 你之前就说 就是看过我们过去那两集的 《寄香港人话》 你好似都有些 就是看完之后 都有一些想法的 我记得 是啊 我记得 刚刚我一集访问那位小朋友 有一个少年KOL 他都说 其实他觉得在这里 都难以交一些 比较资深的朋友 或者都仍然是 比较喜欢 就是过于的时间 用来和他香港的朋友 保持联络 那对于这些情况 他也都说很想念香港 那其实你们 就是两位生存的朋友 会觉得如果 就是家里面的家长 看到自己家里的小朋友 就是这样的状况 需要不需要 就是要 不让小朋友 花那么多时间和香港的朋友联络 逼他们多一些 可以和这些地方的同学出街 还是说其实 都可以给小朋友 一个选择的空间呢? 因为有时候家长 又会担心 哎呀他们整天 都是想着 和香港的朋友 保持联络 那会不会就 融入不了的生活 在这儿 没有在这儿 認識不到朋友啊 这样呢? 这两样东西 其实不应该是 有排他性的 就是老实说 英国的功课少那么多 就是一个年轻人 或者小朋友 绝对是可以 就是 既跟香港的同学 有联系 家人有联系 朋友联系 也都同时 是有时间 去参加这儿的一些活动啊 或者就是 去请一些朋友仔 回来家里玩一下 就是本地的朋友仔 回来玩一下 或者去人家的生日会 所以我们绝对是有两件事 可以一起做的 而且都不应该是 因为移民 其实是一个很 移民适应 其实是很长的过程 就是我们不是说 不要说小孩子 就是大人 都不是说 我订个计划给自己 我一年之内就要适应了 这样 没有这件事的 每一个人的性格 都不一样 那小孩子更加是 就不是说 哎呀 和我儿子说 你今天认识到朋友了吗 这样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即食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习惯呢 真的要改一改 那其实是要给时间 让小朋友慢慢去 不是叫做脱离 是将它 投资在香港关系的时间 要给一些日子 这些小朋友 慢慢慢慢 它会转移 来 投资在这里的朋友的关系 和感情 就不是一个一刀切的情况 嗯 嗯 我想我们都鼓励家长 去给小孩子 去说他的感受 其实他挂着香港 其实是 我相信 所有香港人都挂着的 是的 所以才会有很多人 会说 我怎样去做一些 香港式的食物 那些这样 所以其实 那个位置 是要足够的途径 给个 年轻子 小孩子 去说他的挂着 他挂着香港的家人 他挂着香港的朋友 他挂着香港的一切 其实这些 是很正常的反应 爸爸妈妈会 其实小孩子都会 那变成了 其实是的 有时候我们的家长 会很在意的 就是我不想他在学校 可能只顧着 广东话 学不到英文 那样 但是其实 他仍然都是 其实在听着英文 他上课 在听着英文 他其实 他旁边左右 不会全部都是香港人 就是当他们要一起 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做功课也好 或者一起玩打球的时候 其实都不可以 只是用广东话 那样 所以我想 家长 剛才Shirley说得对的 就是其实 没有排斥性的 是相赢的 反而就是 他们会 两边的文化 他们都可以涉獵 或者是从这些年来的 我刚才看回我们 開始讨论之前的影片 其中Shirley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 其实我的心里的 有一点 是你还没得到 那就是没有好好说 再会想 然后突然间 要去一个新的地方 尤其是小朋友 去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其實很多時候移民的確是大型的決定 很少說好像在之前那集 Kelly其中一個例子 她說其實是小朋友 她有這個想去到英國的決定 和家人又剛好移民這個決定 其實可能比較年輕小的小朋友 他們突然之間面對要跟她的朋友說拜拜 其實這一方面作為家長大人的 可以怎樣處理得好一些 可以給到接下來還想著來英國的一些香港的家庭 他們怎樣可以幫小朋友梳理好這一方面的情緒呢? 其實Frankly說的這件事 令我想起我們最近一個活動就是 我們經常都會叫小朋友寫一些心意卡 給她香港的朋友 我們會幫她寄的 我很記得有個小妹妹 她應該四、五歲左右 她就寫了 寫了一個 其實我不知道她寫什麼 不要緊的 寫完之後她就說 她寄給某個同學仔 她是不知道地址的 她當然知道我不知道地址 但是我也想寄給她 這個就是思念 從這個例子 我也能說到尤其是小時候那些 你跟她 他們那種思念 不是我們大人就想著在小孩很快就忘記了 不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帶人去 因為移民 我們第一樣想的就是當然要收拾東西 搬行李 諸如此類 全部都做過 是很瘋的嘛 家長可能很多精神就下去收拾行李 然後還去上班 可能回到不知道 剩下一個星期 就是我聽過的個案 回到剩下一個星期 變成就沒有時間去處理個兒子或者女兒 那些小孩的情緒 就是沒有辦法去幫他們安排一個道別 所以就很希望如果有機會看到這個節目的家長 真的留下多少時間去幫小孩去準備道別 包括可能跟他約了他的朋友出來 去玩 帶他去一些他很喜歡去的地方 或者是一個你自己的家庭去訂出來的一個道別儀式 就是給那個小孩去 我除了好好道別 我真的想到其他的字 或者去紀念了這個時刻 對這些小孩是很重要的 也都是包括其實真的要brief他們 去到英國生活 其實是怎麼樣一回事 不要只是跟小孩子說 你會很開心的 沒有功課做的 其實是多很多 比這個遠遠多很多 可能我們要很坦白地跟他們說 那些功課會不一樣 你可能要寫長一點的文字 但是我們一起去學習 我們說一些很實在的東西 不要騙小孩子 因為他們其實很聰明他們很快會發現那個 為什麼這個現實跟爸爸慢慢說的 為什麼差那麼遠呢 是的 很多時候我聽很多朋友 我認識的朋友 他都說來到這裡沒有什麼功課 很棒的 但是其實當家長來到這裡 他再read了這個counsel 其實很多時候小朋友 當然說是什麼月份來的 其實很快 過兩三天他們就要上學 他們就要去一個新的挑戰 新的環境 相反就是可能大人 還有很多比較自由的時間 是不是這件事 就是好像一個糖衣包裝的一件事 其實你是很舒服 但是其實小朋友 立刻就要進入一個挑戰模式 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小朋友他們那個情緒 可能會有更大的壓力在這裡呢 我講一下 我們其實最近最近多了一些 就是很小的小朋友來到 他有些適應上面的困難 其中一件事就是 你知道香港之前疫情三年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online上課 又或者半天上課 幼稚園的那些來到這裡 全日的了 是的 即是立刻來全日制 對他們來說 其實那個適應呢 是個時間上面的適應 是的 其實很累 還要全日在這裡聽英文 其實我們都看到一些小朋友回到家的時候 有很多的情緒 其實那些情緒是可能家長都沒有預期到 咦 為什麼會這麼不想上學啊 扭了自己啊 然後我有家長形容的就是 在門口 兒子會要求就是一打鐘 那麼他要伸到個頭 立刻看到他 如果不是就會覺得 很多這些 你會覺得好像很依賴爹爹媽媽 但是其實對他們來說 真的的 時間上面的適應 英文上面的適應 還有其實大一點那些 其實課程上面的適應都真的不容易 雖然我們香港可能很多學生 他們都會比起一些 例如烏克蘭的難民 阿富汗的難民 當然英文會好很多 但是要真的自如地讀寫聽說呢 其實並不容易 我們有家長跟我們分享過小朋友去說的那樣東西 其實他在香港其實覺得自己的成績是很ok的 不會聽不懂 老師會讚賞他的 也都從分數裏面表現 他知道自己是有能力的 但來到其實不是因為沒有名次 沒有分數那樣東西 而是他觀察他隔離的同學 見到就算小學生都好 他們可能上課之後他要寫一大段的英文 他可能寫了兩三學 接著回去問媽媽 其實我是不是很差 很沒用 你會見到這些是沒有功課的 但他們會形容這些是他每天的壓力 上課要聽英文 要表達意見 要給反應 要聽指示 臨完之前還要寫 讀寫聽說每天都是這樣去做 對他們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適應上的東西 還有你知道這裡可能小息 中午時間那些 過往可能就是我們香港的學生 就下去餐廳 買東西吃排隊都排幾個字 對不對 但是這裡很快的吃飯 幾分鐘吃完 死了 然後我不去球場 我不是打球的小孩 那我坐在這裡 我坐在這裡又好像很寂寞 但是跟別人聊天 那我聊些什麼呢 所以是我剛才同意Fan哥所說的 就是 爸爸媽媽可能還有很多日常的事務上要處理 是的 你有一個感覺是 我完成一件事了 我搞定屋租了 我搞定了Council Test 但是他們呢 其實好像就是 沒完沒了地在這裡 究竟那什麼時候 是不是等到夠時間放學 有一點點舒緩的時間呢 那些年輕人呢 他們的壓力就會來自 他們來到可能就快要考GCSE 要考A級 其實他們對於GCSE的要求那些 其實他們不是太了解的時候 其實他們很擔心自己 究竟是否合格 我可不可以拿到一個好成績 究竟我之後大學是怎樣的 那其實這些都會是令到 我們很多年輕人 其實他們是一個很大的壓力來源 嗯 除了 既然我們講起一些比較大的學生 都去到青春期的時候 其實我想在香港的時候 我也做過小時候 你去玩啊 即使家裡住得很遠 和那些同學住得很遠 我起碼交通工具很方便 我可以很容易去和那些朋友去玩 但是來到這裡很多時候 大家都住得比較遠一點 還有很多時候出入都是 爸爸媽媽車這樣 自由就好像來了一個自由的國度 但是相對來說又好像沒有了那個自由 你們有沒有觀察到 或者其實你們的個案裡面 會不會都有一些青少年 會覺得好像來了這裡 沒有了那種自由 其中一個個案很深刻的 它其中一個人投訴的 我簡直是 英國不夠多巴士 它只是投訴 因為它住的地方 真是半個小時九個小時才可以回巴士 其實它是很難出街 還有就是過往出街做些什麼 其實就出去 是不是 現在我跟誰去哪裡 其實家長一定知道的 那變成了其實對年輕人來說 這個都是一些 就是他要去 因為要載他去 因為要載他去 是吧 因為要載他去 是吧 變成了又要叫 就是爸爸媽媽要來接他 要趕好時間 所以其實我聽過年輕人去說的 就是英國什麼自由都會有 就是沒有行動自由 所以其實很難怪 他們會用個網絡世界去溝通 因為那裡對他們來說 關上房門 他跟朋友聊天 就是打機或者一起看片 其實這個是他們的自由的空間 那我想這個都是 跟年輕人一些需要有關的 就是他們其實需要 找他們的身份 在這裡找他們的朋友 他們都要去探索這個世界 但是當他們探索這裡的時候 其實很多 就是剛才說交通上面的走 其實都會令到他們 這個要給心理準備 我們的年輕人 是的 其實我覺得 都不只是年輕人的問題 就是 我也知道有很多人 就選擇在哪裡下腳 當然會考慮環境優不優美 又或者可能香港的居住環境很小 就盡量 那個價錢比較好些 家屋大些的 很大的花園 但是始終大家都 不是太適應一些 這麼不方便的交通網絡 就沒有出入 全部都要駕駛車 甚至乎駕駛很久的車 其實除了年輕人 接應不了 其實成人和長者 都接應不了 所以有一些將會來 英國的香港人 可能都要考慮 我自己下腳的地方 是不是要去到這麼郊外 會不會都不要遠離 如果城市太遠 令到都可以有些交通 可以給家裡的 譬如長者 或者小孩子 都可以有些活動的自由 我覺得其實都很重要 是的 很多家庭 在香港的時候 都有工人姐姐 所以把家裡所有事情 都外判給工人姐姐 來到這個新環境 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做 其實也都是 這些小朋友 因為相對來說 沒有這麼多自由 很多時候都在家裡 家裡有家長、小朋友 基本上都七成十四 大家對著 很多時候就會有很多磨擦 有很多人來爭吵 這些壓力來源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去處理 由家長 甚至小朋友 這兩方面 可以怎樣去疏理一下 是 其實親身經歷的就是 大家可能 各位家長 或者都會做家務 做到會開始罵小孩 為什麼你不幫忙 這個都是很親身的經歷 所以其實我們 真的二十四個小時 對著小朋友 其實真的有時候 要安排一些 跟他一起去做家務的時間 是的 要訓練一下我們的兒女 他一起幫你做家務 我們試過跟家長說 其實不如你煮飯的時候 你找兒女幫忙 做小幫忙 或者譬如 其實這些都是親子時間 當他可能在洗碗的時候 其實很悶的 在洗 你陪他一起洗 其實他有一些機會可以聊一下 這個是減少了 你又覺得沒那麼悶 自己做家務 又有人忽擔一下 而且你會賺到 他真的 他洗著碗 他又走不開 你又可以湊一些話題 來跟他聊 我們聽過有些家長 就是善用一下 現在真的多了很多的時間 但是 你跟小朋友聊些什麼呢 沒有理由不斷問他 你今天學校怎樣 是不是 我們有家長就會做的事情 就是 一起跟女兒去看YouTube 學做一些手作 Cousin 窗簾 等等 就是 勾欄公仔 就是 裝飾一下家 這些 所有這裡工作的事情 是的 就是過往 我們以前嘉靖堂學的 那些 香港小孩其實沒有怎麼學過 那就可以去 其實是一些親子的活動 也都其實是 透過這些機會 其實那些 年輕人也好 小孩也好 其實他們可以多些去 就是 一起去處理一下花園 其實都是 都是一些親子的活動時間 我想都是一個 就是這裡的家庭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六天就是這樣的 就是家庭 那些 其實就是 都跟小孩一起去做 不是 不是爸爸媽媽 變成了工人姐姐 是工人爸爸 是的 就是這樣 大家一起 我想這個 都 都 都是很 可以幫到 我們的家長 怎樣去 有些事情做著 來跟小孩聊 而不是坐在那裡 說要聊就聊到 嗯 你剛才這樣說也是 因為其實 3月1號開始 就是 就是春天 就是英國 春天就開始 就是也是很好的時間 開始在 就是令到荒無了的花園 就再次有一個 生機出現 這樣 啊 馬醫生人 你剛才也有說到 就說 就是有 給你的朋友去看 我們過去兩個星期 寄香港人的製作 這樣 那些朋友呢 有沒有說 就是 都遇到一些 家裡 有些 就是可能小朋友 都遇到的問題 這樣 你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很多醫生朋友 都分享 就是 發現小朋友 都 正如剛才的人說 大家都有很多 家務的問題 尤其是好像我們這些職業婦女 以往真是很少花時間 在家裡做這麼多的家務 現在都說 房子又大了這麼多 又沒有做高人姐姐 做家務 家裡辛苦 有些醫生都分享 說 沒有啊 我們決定 譬如說 不進過兒子房 不進過兒子房 不會幫他撿房 除了每天 只是幫他倒垃圾 他不進去的 這樣 他撿就撿 他不撿就不撿 因為你都知道 外國的小朋友 房子都很亂 父母都不會幫他撿 他們都盡量學一下 本地的家長 還有有時 他們說 因為小朋友 有時都會學到 當地 現在這裡的小朋友的雜星 譬如 天氣很冷 後不穿衣服 或者衛生情況 和以往香港有些不一樣 這裡做家長 他們都要放下 小朋友都 掌上這裡的雜星 都不可以用香港那套 不過怎麼說呢 我覺得正如剛才的人說 有時有些小朋友 他們真的 因為可能在香港 他們真的是 是精英來的 也都是在原本香港的環境 是很突出 但是來到這裡 因為適應 也都因為這裡的教育 那個理念 方式不一樣 還有我們最說的是 英國人有兩樣東西很厲害的 一些運動 尤其是足球 另一樣他們的國技就是吹水 所以我們無論在職場 還有在朋友端中都覺得 我們香港人真的沒有可能學到英國人吹水 的確很多時候都聽到 那些小朋友在學校裡面 老師都很多要求他們 起床答問題的時候 要他們發表慰論 或者很多書寫工作 都是要他們有些叫做 甚至乎有些病人都會說 我覺得這個醫生很好 因為他跟我聊了很久 但是我覺得這個醫生沒什麼 他只是和你吹水而已 所以可能我們都要讓小朋友理解 其實你都很厲害的 不過就在這個國家 我們厲害的東西 就不是他們最著眼的地方了 我想補充一件事 因為其實我們接觸到的 應該這麼說 今次移民潮裡面 產生出來的一些情緒問題 和過去我們香港人經歷過的移民潮 其實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為其實很多家庭 甚至包括這些年輕人 這些學生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過來的時候 都還是帶著2019年的商童過來 很多都是沒有處理的 那一場運動 就是對很多人的價值觀 他對事情的看法都很大影響 也都影響到他們離開一次的新生活 就是這個是那個因 有時候我們和這些家長談 和這些小孩子談 你挖到底其實就是那樣東西在這裡 例如你和那個小孩子說 你要勤力讀書 要上學要勤力讀書 讀書才可以做一幅社會 改變世界 小孩子就問你 是嗎?媽媽 還是嗎? 有這些位置 就是無論家長和小孩子都是 另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在處理這些情緒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很多禁忌 就是家長 包括小孩子 他都不願意說 因為他可能家長來說 會說一點點 或者小孩子 他都不會和自己身邊的朋友去說 因為你走到了 你應該很開心才是 這個是變成 變成你有適應問題 變成另一種禁忌 因為 每個人都說這裡沒有什麼功課的 你也好 你走到 那你怎麼開口去跟人說 其實我很不開心呢? 是 也都包括網絡上我們看到有些現象 就是 如果你說你移民上面遇到的問題 你會被人罵 你是不是抹黑我們移民的香港人 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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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捕啊 就是 你是不是 好像把一把槍 去射我們這些移民的人 那 變成這些家庭 或者這些年輕人 它更加難 將它自己 裏面的情緒 去說出來 因為其實 家庭和朋友的支援是很重要的 如果它可以說出來 和自己的家人 和自己的朋友說 可能已經好了半個了 但是那些它就發覺不能說 但是另一方面 它覺得自己真的很不開心 那就很容易爆了 就是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很獨特的情況 就是跟我們以前見到 香港人就是第一次移民 人家以前有什麼問題 就是跟我們以前說的80年代 90年代初那個 其實那個性質真的很不一樣 我覺得原因是 就是這次這個移民 其實說真的 移民一定是有適應和不適應的 一定有的 但是好像 無論是這次移民潮的香港人 哪怕是自己心理上有一種 我一定要做好一些 有一種負擔給自己之外 但是也都會可能覺得在香港 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媒體又會監察著你 你一種制約就會圈掩 又或者可能 因為這次的移民裡面 都有一個代表價值觀的問題 就是你移民的就是 可能這件事情的價值觀是這樣 可能已經和一些 留在香港的親朋戚友 大家已經在那個價值觀上 有一個分離 有一個壁淚 都會自己有個心理壓力 就是如果我在這裡適應不到 就會好像被他們爹餘了 好像輸了這樣 其實這件事情是 既往的移民潮 或者可能其它國家的人 他有這個移民問題 不會有這個心理壓力 但是這次移民的香港人 是很容易有這個心理壓力 這個有自己內在的因素 也有外在的因素在那裡 沒錯 馬醫生覺得很好 我們都看到很多這樣的情況 是 又會令到 尤其是比較大的青少年 他們不只是來到這裡 有適應的問題 其實他們自己本身 都已經有很多情緒裡面的東西 再加上來到新的環境 就是要再去抒發 去幫他們的手 去整理好的時候 其實都很困難 是啊 沒錯 但是我覺得怎麼說呢 其實移民不適應是有什麼奇怪的呢 都有以往去過大陸大灣區工作的人 不適應都會回香港 是不是 就算譬如好像英國都有一些醫生 去了外國 去了澳洲、加拿大 他們工作幾年 但是不適應都會回來 其實這些其實適應與不適應 就好像你拋玩仔 一定兩面都有機會 我覺得大家也不需要 給那麼多心理壓力自己的 其實我們經常都會說的 就是我們跟家長說的 其實是OK的 就是大家要說 不OK 其實是大家都會明白 其實就是鼓勵父母也好 小孩子也好 其實就是要說出來 而不是 本身可能我們 本身的文化背景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 去見社工、去見輔導 是不是一定是我有問題呢 但是如果 其實你見英國 其實真的 無論我剛才說的那些家長 就是去看家長群組 他們會覺得 我的小朋友有情緒的問題 我的小朋友有SCN的問題 那些其實不是問題 那些是需要 對不起 我有SCN的需要 我有情緒的需要 其實是一些很平常的事 這些平常的事 其實就是 但是當我們不正視 或者我們忍著不說的時候 那樣東西就會造成更加多的傷害 所以我們都希望 正如剛才馬醫生所說的 就是 人人都有的 有兩面的 有開心 有不開心 我們說開心之餘 其實都要給自己 或者給小孩子知道的 就是有不開心的 其實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適應可能是說五年 十年的事情來的 嗯 我相信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需要一個 就是兩份家長小朋友 就是去坐下 大家是就是聊天 純粹就是聊天 而不是我們需要一個答案 是 就是躺在心裡出來去 聊天大家有什麼需要 可能其實家長他們都有軟弱的地方 他們都需要給小朋友知道 他們有什麼問題 小朋友同樣都是需要 就是告訴他們的家長知道 我今天 或者我的心裡面 其實是有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純粹說出來的 沒有說一定是有一個答案 是可以給出來的 是 今集邊講邊talk的時間 就來到這裡了 好多謝 好多謝深存的兩位負責人 Shirley和Lillian 上來這裡和我們分享 也多謝馬仲儀醫生 做我們的客席主持 我們今集的邊講邊talk 就來到這裡了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往前看看 好 馬 psychology 吧 很 有 un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